为郑伯旭疯 为郑伯旭狂 为郑伯旭框框撞大墙 快快跟上喀宝的步伐 一起去看看郑伯旭那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场面吧 场面一 杨真真为了劝郑伯旭会公司跟着郑伯旭到了酒吧 故事本来的设定应该是 郑伯旭把杨真真喝倒了 可这事实恰恰相反 郑伯旭喝了一个不省人事 这杯太小了 你又本事换杯大的攒两单 你敢妈歪 服务员 拿两个大杯子 最大的醉 我还是喝小的爸歪 那要我喝了你不喝怎么办醉 不喝小狗的 鬼畜 一头撞死在这桌子上地 二天早上郑伯旭一扒开 眼睛发现自己被绑起来了 左勾勾右勾勾都没有把 那个白不拉几的绳子给解开 瞬间恼羞成怒 看得出来 他这个在恨自己的无能 在你给我解开他歪 凭什么 没手啊 醉 你给我戏的 你给我解 我现在解不开醉 房那么紧 你疯了吧 你场面二 杨珍珍 郑伯旭私下见面 于子瑞给杨珍珍发来了问候的微信 郑伯旭小眼睛那么一瞟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一把抢过手机 并贴心地询问杨珍珍要怎么回复 搞得杨珍珍一阵慌乱 连蹦带跳的抢手机 感觉能窜高十厘米 第十五集 三十二分零五秒 在于子瑞这么晚还给你发 简讯呢事情处理完了吗 还顺利吧 早点回家大暖男啊 你怎么不嫁给他呢歪 你在侵犯我隐私权 你还给我罪 我就不给你想回他什么呀 我帮你回歪 管你什么事呀 你这人真无聊罪 行了行了 别跳了 你跟个马炸似的 你跳什么 你跳场面三 郑伯旭虽然口头上没有 答应了杨珍珍要直播 但是动作倒是很诚实 回家乖乖的就给粉丝开了直播 又是教大家拖地 又是教大家做饭 还将自己的拿手菜 带四儿的地瓜 都搬了出来 看郑伯旭这人处无害的模样 咖宝简直要笑晕在电脑前了 再 我告诉大家一个拖地的小秘诀 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拖地的时候 往水里放一点小苏打 擦完地之后地就会变得又亮又干净 再 大家好 我是郑伯旭 你们猜猜我在干什么 没错 我现在正在直播做菜 我做的这道菜呢 它叫做 代思的地瓜醉 看见没有 我郑伯旭不仅会唱歌跳舞演戏 我还会做代思的地瓜 就是这个 给你们尝一口 来 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吃 我就是不给你 你有本事从镜头里钻出来呀 尝面四 郑伯旭一直联系不到杨珍珍 所以就直接杀杨珍家里去了 一进门看见人家两个人正在吃饭 一下子就想起来自己饿了 上来就要吃 杨珍珍硬是没拦住 郑伯旭提手就拿起了下园的筷子 这时候下园又站出来了 是死捍卫住了自己的筷子 不过你上有正侧我下有对侧 不给我筷子是吧 行 我拿手吃 等等 你又不怕饥了是吗 在吃饭呢 我饿死了歪 别别别 少爷 我们吃剩下的 一会儿准备拿去喂狗的 这个不适合您吃醉 没事 我不嫌弃X 但是这个是我用过的 不好意思麻醉 没事 即我可以用手抓着吃场面舞 著名粉丝张晓慧想要跳楼寻短见 郑伯旭文旭马上就赶到了 上来一句话张晓慧就不跳了 我说姐们你也太不坚定了吧 在你疯了是吗 张晓慧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把我当成你的偶像 你就下来听见没有可视 这姐妹不跳倒是不要紧 他妈又想跳了 他妈这一跳直接给杨真真对下去了 郑伯旭一看不妙 顺势就跟着跳下去了 我说你们两个人跳楼就跳楼呗 还不忘来一段浪漫的华尔兹 这模样 像极了爱情 场面六 公司想要让郑伯旭和介 他炒作的女明星一起合作 这郑伯旭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 大脑迅速转动 用上毕生所学 来了一款漂亮的反击 而且我没想到 你的视力这么好 快赶上苍蝇的敷衍了N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的眼睛解析度很高 你在看我的时候呢 我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个的像素点 这个呢 可以炒绯闻 那个呢 可以炒剽窃 再来一个点呢 可以炒一炒什么 家庭背景啊 这什么的 最后把我炒成一盘娱乐 小瓜子事情就是这么个 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 况以上就是前线记者卡宝发回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